小龍蝦 我現在要來吃小龍蝦 在冰箱裡面拿這個小龍蝦來吃十三香小龍蝦 Hello 大家好 我是Peggy 新住民 我來自廣東 我來台灣已經八年了 謝謝各位朋友們給我點贊跟訂閱 今天我來吃的是小龍蝦 那小龍蝦是在大陸是非常火的一種食物 就是很好吃 非常好吃 然後夜宵必點 因為感覺就是可以用來配追劇啊 夜宵因為也不是要吃到很飽 所以用這個來吃吃的話 就感覺配啤酒啊也是很好的 我現在要打開包裝 開一下 它的包裝是一個盒子 然後裡面有一些 我提前我買的時候是冷凍了 我提前已經放到那個冷藏室降溫了 然後邊邊我要把它打開 因為裡面湯汁很多 看 一層又一層的剪開 哇 打開那瞬間我已經聞到那個滷料味 滷料的香味 我的朋友不敢吃 他覺得香料太重 的確這裡面的放的香料很多 現在我打開 打開裡面還有一層膜 現在我要把它倒在鍋子裡面呢 是蠻油的 好 我處理一下 因為我的瓦斯爐打不開 那我改用這個電爐炒鍋吧 電爐小火鍋 找到叉紅 然後呢我要調煎炒模式的功能 找到了就是這個功能 然後它會加熱 煎炒模式的功能 按一下 它就會再加熱了 在加熱的時候我就會把那個 小龍蝦把它放進去 已經放下去了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炒鍋 這個炒鍋煎炒模式 然後我把它放進去 我才發現它還是有一些冰塊 所以呢就是 冷藏了一天 它還是有冰塊 我們放在這裡 然後就讓它加熱 蓋上鍋子的蓋子 就等它滾燙就可以吃啦 我已經聞到香味了 哇 那泡泡蠻特別的 有個巨大泡泡在這裡 我要把它戳破一下 已經滾燙了 聞到很香的味道 然後把它撈起來就可以吃了 現在要把小龍蝦撈起來了 順便算一下多少隻 4隻 25隻 跟我剛好25隻 太好了 然後把這個關掉 然後把這個關掉 取消 然後把砂桶拔一下 因為我 然後在這裡 很難買到 除非有認識的人 他有在養隻小龍蝦 不然的話 我很難買到小龍蝦 市面上跟我沒有 然後這裡25隻小龍蝦 我看一下240 約250除以25 約10塊一隻不到 好 算他9塊 9塊一隻小龍蝦 我們一起來吃看看吧 好 跟這個拍照一張小龍蝦 耶 那我們要來吃小龍蝦了 吃小龍蝦的話 那個 他很好剝 好燙 對 我女兒前兩天 在燕子朝下面撿了一隻小燕子 好 讓他休息 他要睡覺 然後呢 這個也很好剝 直接拉開 我真的好久沒有 我吃小龍蝦好興奮 撥到這樣的小肉肉 好好吃這個小龍蝦味道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裡了 謝謝你看到這裡 歡迎給我點讚留言 訂閱跟分享 掰掰 我是Peggy新住民